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这口锅居然教我学会了召唤魔法 快递停滞了很久之后 忽然收到了一个大锅 看包装的话叫做魔宠精灵muse 包装上写着混合药水创造出你的魔宠精灵 好家伙还是个魔法召唤锅 再看看这边应该是个盲盒 因为两只小精灵长得并不一样 确实搞得我有点好奇 抓紧拆开包装一探真容 拆完一看 这口锅有28厘米高 也是属实不小 话说我咋觉得好像不用召唤 这口锅本身就是个胖胖的精灵 道具方面还带有一个不灵不灵的魔法棒 揭开盖子之后发现 召唤仪式需要的东西还真是不少 拆完之后看到这一桌的东西 好像确实得研究一下 稍等一会儿马上开始召唤仪式 好了我已经学懂了魔法 召唤仪式正式开始 水是生命之源 第一步先倒入生命之水 第二步倒入生辰给魔宠赋予声音 第三步放入微光星 让魔宠拥有不灵不灵的大眼睛 第四步加入魔法羽毛 让魔宠拥有翅膀 第五步加入飞姿花 赋予宠物颜色 第六步放入创造水晶 让魔宠拥有灵魂 最后在卷轴上写个名字 也同样丢进去 拿出魔法棒 将魔法材料融为一体 敲击三下魔法锅 喊出咒语 波若波罗蜜 召唤仪式完成 魔法开始生效 轰的一声 烟雾散去之后召唤成功 把我的二狗从里面拿出来 造型还挺满意 先给二狗来个体检 这对大眼睛 说明放入微光星确实生效 虽然翅膀简单了点 但说明魔法羽毛也没有白放 全身飞姿花的粉色毛发 好像体现的也不错 至于额头的水晶 正好对应放入的水晶宝石 拿出魔杖 触碰头顶的宝石 让二狗子表演个节目 也可以抚摸头顶 跟二狗子互动 甚至还提供取愿模式 据说拥有50多种互动模式 这里来不及一一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魔法材料只有一份 但其实你也可以加入 自己原创的魔法材料 反复游玩 使用附带的魔法宝盒 每次可以变出不同的东西 你所需要做的 只是把魔法宝盒里提前装上 准备好的小礼物即可 所以这个魔法锅 拿来赠送神秘小礼物也很合适 魔法 猛宠 神秘小礼物 全都集齐在一款产品 也是十分厉害 好像又快到了某个节日 送给女生什么礼物 相信不用我再多说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